尊敬的议长 陈国民副主席 各位议院先生朋友们 今天啊 中国全国人大 和南共事议会的对话 在推进多边合作的问题上啊 既总结了历史 又创造了历史 中国是历史感很强的国家 今年使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我们知道在70年前 中国是典型的落后的农业国家 70年前 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27美元 不到印度57美元的一半 70年来 中国人减少贫困人口 8亿多 到明年 我们将普遍消除绝对贫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当然 相对贫困 任何时候都有 70年前 我们的工业产值 只占全国的10% 今天的中国 已经成为世界上工业门内 最齐全的国家 这就是中国的发展和进步 国家主席习近平 用三个起来 来盖过中国70年的历史 他说 我们这70年 就是要让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 从站起来 富起来 到强起来 这么一个历史性的飞跃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进步过程 从1949年 新中国成立 算起 这个飞跃过程 总体上需要100年的历史时间 这就是中国的历史感 也就是说 到2050年 我们才可能完成这个历史飞跃 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今天 我们在这个历史的征途上 走了70年 未来的30年 非常关键 关键在哪 就是因为 我们无论 昨天取得的成就 和明天 我们要战胜的各种困难和风险 都靠着一条道路 这条道路 就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这个道路 是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千辛万苦 才探索出来的 我们简称为 中国道路 到这个2017年 中共召开的19大 正式宣布 中国道路 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 有新时代的矛盾 有新时代的国际环境 有新时代的社会需求 等等 但是总体上来说 这条道路 使中国在治国理政方面 体现出许多的显著优势 而且是制度上的显著优势 刚刚结束的 中共19届时中全会 对中国道路的显著优势 盖过了13条 其中包括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集中力量办大事 我们一旦定下长远规划 就有战略定力 坚持地发展下去 特别是在国际上 中国说话算数 而且中国把国家的统一 民族的团结 社会稳定 看得非常重要 等等 这就是这条道路的 在治国理政上的 重要特点 中国的故事 有很多 特别欢迎 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 有机会 到中国的土地上 去亲身地体验一下 每天都在发生的 中国的生动丰富的故事 谢谢大家